今天有一个题目就是当孝敬父母 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大家应该蛮熟悉的 我们读以佛所书的六章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 来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我们接下来读真言的二十二章的第六节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啊 谢谢你在父亲节的主日 自向你的圣灵浇灌在每一位神的儿女的身上 也保守你的仆人 让孩子可以把你的话语说得清楚 让讲道的听讲的 通通都要得着你宝贵的恩惠 奉耶稣经的名祷告 Amen 那这一次童工们取了一个题目 在这次父亲节的主日 他就取了一个阿爸的那个radio 那个radio 你们听过radio的举手 是不是到FM AM的举手 还是你们都不听的情况下 那我想说那个radio 这个radio可能会考导蛮多人的 不过我们想说 我们先给父亲掌声好吧 如果你旁边做的是爸爸 而且每一个做爸爸的 都蛮努力的 想要成为一个好父亲 我不知道 年轻人们你喜欢听歌吗 喜欢听歌的举手 蛮多的 喜欢唱歌的举系举手 请放下 好 那你可以跟旁边很快分享一下 你最喜欢的歌是哪一首 那刚刚喜欢唱歌的 你跟你旁边的人讲一下 你通常在什么地方唱歌 是在厕所吗 是在洗什么时间的时候 你最喜欢唱歌 可以想想看 然后 你还跟他讲说 我的成名曲是哪一首 如果你喜欢唱歌的 你可以跟你旁边的人讲一下 你的成名曲是哪一首 现在不是一分钟聊天的时间 不过可以聊一下 没关系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比较有挑战 你爸爸喜欢唱哪一首 你爸爸最喜欢唱哪一首 我的爸爸非常非常喜欢听歌 我爸非常喜欢听歌 他听的歌很杂 他从日本 日文的歌 然后西洋的歌 我最常记得 他喜欢唱那个什么 那种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他有听过这首歌吗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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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yeah 什么 然后 他有另外一首诗歌 不是诗歌 对不起 那时候还没有信主 不是不是诗歌 是歌 流行歌 然后 那是Paul Anka 保罗 Anka唱的歌 他的中文的翻译叫做 我不喜欢一个人睡觉 I don't like to sleep alone 那 我就常听我爸唱 听古典音乐 听各式各样的音乐 那有一天 我看到我爸非常非常开心地回家 我想说 我爸平常没有 不大会这样子 原来他买一台音响 他买一台音响 当时因为邻居 那我们新竹老房子住的都是 我们的亲戚都是什么 伯父 叔父 可是大多数人都不在新竹 所以 你知道 五间房子连在一起 可是其他人都不在 表示什么 你的音响可以开得很大 而且是超级无极大 都不会吵到人 不然你开得很大 通常会 隔壁的邻居就说 小小的 可是都不会 那我发觉 然后我就国中的时候 就开始听音乐了 听什么摇滚音乐 西洋音乐 还有当时的民歌 因为当时没有诗歌 我还不清楚 那直到 直到我开始养儿育女之后 我才觉得我爸妈 真的对我非常非常的忍耐 非常的恩慈 因为当我在听我的儿子 听我的女儿 听他们的歌 觉得好吵 我在想说 以前他怎么有办法容忍我 因为我声音又开得很大 然后那个中摇滚那个歌 那我就觉得 我不知道 像刚刚你听到某一些歌 你会不会觉得 好难听 会吗 如果是你爸播了一些歌 然后播那些歌 可能是你不喜欢的 那你觉得好难听 还是你们都不大好意思 对你爸这样子 我们家小孩就直接跟我说 爸爸那歌好难听 可不可以换台 可不可以换个音乐 你们会吗 不会哦 你们都这么nice 我们那个时候 因为没有很多 没有什么YouTube 没有这些东西 没有Apple Music 没有这些东西 我们都听Radio 就是我们节目部 他们用的爸爸的来利用 Radio 最常听的就是FM100 大家现在还听吗 ICRT 有听吗 有听的举手 很少 好 请放下 我知道听的应该跟我都同年纪的 我们当时都是听ICRT学英文 我们都是听ICRT学英文 然后我还蛮喜欢听余光的 余光的那个节目 余光主持一个节目 他就每个礼拜 他因为播那个告示牌 告示牌叫Bearball 大家听 大家看告示牌吗 Bearball的那些排行版的歌 我不知道秘书找了一个 我猜它应该是TetherSuite的粉丝 全部都是TetherSuite 我刚今天才仔细看这一张 怎么全部都是TetherSuite 应该是 这应该是假的吧 真的吗 曾经有过这样子吗 是喔 好 那个时候每个礼拜 我们就会等某一天 某一天 然后那一天会把Bearball的 它开始从20名 19名 18名 然后一直到第一名 那我们就会在前面等着 那其实我听到喜欢到一个程度 我结了婚生了小孩 我们家老大 是她的名字 英文名字是我非常喜欢的 一首英文歌的名字 叫做Mandy 那我们听一下那首歌好吗 那首歌Mandy的意思就是 我所钟爱的 对 那不是Westlife唱的 我是让她听比较年轻版的唱 年轻版老歌新唱 你从什么没有声音 要对嘴吗 好 没关系 那个不用重听了 没关系 大家有去过KTV的举手 来 好 放下 每一年 每一年大概 不管是寒假或暑假 我们大概平均一年会带 孩子们去KTV唱歌一次 因为与其他们以后 跟着同学 跟着朋友去 我们就决定一件事情 还不如早一点让他们知道 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爸妈带去比较安全是吧 然后同时让他们知道 爸妈也年轻过 然后爸妈那个时代 我们都上什么歌 虽然他们会说 好难听 可是他们会知道 爸爸那时候都上什么歌 给妈妈听 妈妈都上什么歌给爸爸听 是不是很棒 很棒 回家跟爸爸撒纳一下 我还蛮吃这一套的 我不知道你爸爸吃不吃这一套 然后我们家还买了一个 家里的卡拉OK的 我买一个家里的 现在其实很便宜 一千多块就有了 你可以用你的荧幕 然后就可以在家里面K歌 这是我们 有的时候在家里 孩子们跟孩子们一起K歌 然后我们会有一些属于我们的歌 我觉得那是很美的事情 大家想不想知道 我跟美玲师母的我们的歌 属于我们的歌 谢谢 谢谢你把我想得这么Holy 刚刚我儿子猜我是正直 如果是你猜的话 我应该是Holy 谢谢 我跟我太太 那个时候我们结婚 那个认识的时候还没有姓祖 属于我们的歌叫做有故事的人 周华健的歌 那我们打算要唱给大家听 那是所以我跟我老婆 那我觉得 我们节目部出了一个题目 蛮有意思的 就是爸爸的radio 那我就从这个部分看到 就是第一方面 爸爸跟孩子喜欢的歌可能不一样 我们在不同的时代 我们喜欢的歌可能不一样 可是我们怎么学习 从各有所好 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从各有所好到 互相接纳 到彼此尊重 请你跟你昨天兄姐妹讲说 我要跟我的爸爸 好好的互相接纳 彼此尊重 那我先要讲到 互相接纳这个部分 那我先提醒做爸爸妈妈的 也包括我自己 你第一个题目就是 你会不会老是觉得 你子女不够好 因为华人的爸爸妈妈 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就是 巴不得子女可以超越我们 那个讲不出来 我们都希望子女加油 能够超越我们 然后有的时候 有些弟兄姐妹来问我 他的情况 就说 你为什么期待你小孩这样子 你好像也没多厉害 我就讲得直接一点 因为有的时候都知道 你也没有多厉害 就算你很厉害 那又怎样 那就过去了 我觉得 我就会问说 你会不会觉得你子女 总是达不到你自己的期待 那最后一个更重要的是 你到底有没有接纳你的小孩 我的接纳很重要 接纳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给年轻人们 为人子女的 我很公平的 你会不会轻看你的父亲 因为我在服事的过程 也看到一些年轻人 其实是轻看自己的父亲的 你会不会因着爸爸的职业 爸爸的收入 爸爸的个性 爸爸的品格 或是脾气 你会觉得想要离他越远越好 你会不会这样子 那你会不会打从心里 去接纳你的父亲 我不会让你们举手很尴尬 可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开始学习 因为稍微统计一下 信主的举手 已经受起接受耶稣的举手 大多数都受信主 放下 我们信主了 对不对 那我们开始经历神的爱 神的爱交惯我 我们就可以开始有改变 我们要跟神祷告说 上帝啊让你的爱充满我 以至于我可以有能力去爱我的家人 或许他们不是很可爱 那从互相接纳 我们到学习彼此尊重 那特别要提醒做爸爸妈妈的 子女是神赐给父母亲的产业 圣经里面这么说的 既然是神赐给我们的 我们叫做管家 所以所有的钱是属于谁的 所有的钱是属于上帝 那请问你 为什么会被消音 有该讲的吗 不是 如果我们敬畏神的话 请你对属神的 也要敬畏祂 因为是你的孩子 你要爱他 简单讲就是这样子 那子女如果很难 很难尊敬你的父母亲 很难接纳你的父母亲 你要记得神 神创造的 不只创造你 也创造你的爸爸妈妈 所以任何属神的 我们都需要敬畏三分 大家知道打狗要看主人 大家知道意思吗 这句话的意思你知道吗 你属于神 你的爸爸妈妈也都属于神 所以请你们要彼此尊重 所以请你跟你左右的弟兄姐妹 跟他说 你是神所爱 是神所宝贝的 子女跟做爸妈的 可以有不同的喜好 包括你们喜欢吃的食物 包括你们喜欢听的歌 都没有关系 你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 喜欢听什么就听什么嘛 那我现在要问的是 你有没有跟你爸爸妈妈 属于你们的一首歌 有吗 有吗 你们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 你们就会 全家就会很嗨 就会非常非常开心 或者是 属于你跟你的父亲的 共同回忆 有吗 你们曾经一起做一些事情 让你一直到现在 你只要想到这个事情 就觉得 你爸爸蛮爱你的 我常会记得 我爸爸在他 就是在 在我很小的时候 常常会在 我新竹老家 那时候那个 东大路那边 东大路的 东大路的中间 可以看到 那时候铁路还没有地下化 所以我们常常在晚上的时候 去那个地方看火车会来回在那边找 所以我发觉 我喜欢带我的孩子去看飞机起飞 起飞或降落 我会带他们去看飞机起飞跟降落 原来后来我突然发觉 是因为我爸爸很喜欢带我去看 车子火车进出 所以我就有一个习惯 我喜欢带孩子去看飞机起降 在松赞机场 有一些蛮好的位置 可以看飞机起降 那是属于我们共同的回忆 那我鼓励你们要创造 如果做父母亲的 要创造属于你跟孩子的共同时刻 或许是 共同属于你们的运动 或者一起看球赛 或者是共同喜欢的餐厅 或者是共同喜欢的电影 也很好 比如说这一段时间 我小孩跟我说 爸爸觉得神多奶爸上映了 那一部电影好像蛮好笑的 那我就说 那我们就去看吧 那我们全家就去看了 看完之后 我的孩子就说 爸爸全场都是你的声音 都听到都是你的笑声 你笑声会不会太夸张了 那你知道 可是那却是我们共同的回忆 所以第四个问题是 你跟你的爸爸 或者是如果是说父亲的 你跟你的子女 有任何的交集吗 我真的鼓励你们 要开始创造属于你们的共同的记忆 那进入青少年时期 如果你的子女进入青少年时期 我鼓励你开始要跟你的子女约会 可能一季约会一次都是蛮好的 可能一起打球 一起看球 一起看店 一起吃大餐 一起旅游 都是非常美好的事情 属于你跟你的子女 不是 假设 我有五个子女 不是假设 这是真的发生的事情 那我就会跟不同的子女 有不同的约会的时间 单独的约会 可是从做子女的角度来看的话 很重要 神的话语提醒我们 第二方面 就是当孝敬父母 在以佛所书的第六章的第二节 神的话语这么说 我们再来读一次 来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 再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那我就要问年轻人们 请问有好吃的好康的 你会不会想到你爸 好 会的举手来 诚实一点 不错 请放下 请问 父亲节 你已经为你爸 想到什么了吗 已经为你爸 准备了什么吗 除了线文以外 有吗 你会不会在你爸爸生日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为你爸 做什么事情 会吗 你知道 长久以来 教会的弟兄常常跟我说 牧师 为什么 子女常常都是这样子 记得庆祝母亲节 常常忘了父亲节 你知道吗 很多弟兄会觉得蛮不平衡的 我说 因为母亲节是在假日 你知道吗 母亲节是在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 很难忘记 是吧 那边边父亲节就是 他就是八月八号 所以每一年不一定会是礼拜六或礼拜天 那话说有一个家庭 他的儿子老是 就是永远记得母亲节 可是却老是忘了父亲节 所以爸爸就挺失落的 那好不容易 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又来了 那这一天早晨 全家人就一起吃早餐 那儿子就到冰箱的门口去打开门 就问爸爸说 爸 今天几号 爸爸好感动 今天是八月八号 没想到儿子回来跟他说 你有奶过期了 福音节还没到 今天是父亲节主日 可是福音节还没到 我不是要你对我说 你对你爸爸说 请问你对你爸爸表达你的感恩好吗 我刚刚在问这个问题是 你如果真的爱你的爸爸 好好地表达出来 好地表达出来 所以第六个问题是 通常你会跟你的父母亲感恩吗 还是 那如果你是会感恩的 你通常你会怎么表达你的感恩 可以想想看 今年父亲节是下礼拜四 下礼拜四可以做点事情 第七题是 你会不会常到 你比较常想到的是 爸爸妈妈没有为你做什么 还是通常你会想到 爸爸妈妈曾经为了你做的什么 你可以想想看 那我鼓励你们 这边当中18岁以下的举手 18岁以上不要举手 18岁以下的举手 好 我现在对你们说的 因为你们还没有成年 所以请你们 好好地听爸爸妈妈的话 可以吗 怎么没有人回答 可以吗 再一次 还没有成年18岁以下的举手 来 还没有成年 所以好好听你爸妈的话 愿意吗 愿意地说阿们 还是很少人 因为我们不是连续讲 我们不是连续讲三次的权柄吗 权柄 当你还没有成年的时候 你的权柄就是你的爸妈 所以当你好好地听你爸妈的话的时候 顺服他们的权柄 你就活在他们的遮盖之下 你就会得恩典 因为神透过你的爸妈来祝福你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成年的话 牧师真的要鼓励你 好好地听父母亲的话 然后圣经里面说的话也是对你说的 请你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慢慢地怎么样 动怒 特别是青少年 青少年们 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慢慢地动怒 试着什么事情都好好的说 你爸妈会听得懂的 那如果 如果是 这边已经当父母亲的 已经当父母亲的 或者是你已经成年的 接下来这两节经文 是特别给你的 箴言的 二十章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 来 教养孩童 使他走当行的路 就是到老 他也不偏离 那我们读新普京的翻译 来 要指引孩子走当行的路 他们长大后 就不会偏离的 所以这边如果已经做 为人父母的 这个神的话 特别给你的 如果你是成年的 已经是超过十八岁的 那接下来你对自己有责任 已经不再是你父母亲的责任了 那你怎么办 你说那谁要教导我 上帝可以教导你 上帝是我们阿爸父 所以上帝可以带领 指引你当行的路 神可以指引你当行的路 记得 当行的路 不是世界高你怎么走 你就怎么走 不是 是要跪下来祷告说 上帝啊 我当做些什么 所以做父母的人 好好地祷告 特别是你的子女 还没有成年之前 请你们好好地祷告 教养孩童 使他走当行的道 这个不是说 你跟他讲 你按照你的路径 按照你为他规划的路径 不是这样子 那是你的想法 神的道路不同于我们的道路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所以不要想在子女的身上 贯彻你的心意 如果你已经成年 已经成年的举手 超过18岁的 超过18岁的举手 好 我现在对你们说的 如果已经成年 我要鼓励你 不要放下 继续举着 成年的18岁 还是18岁以上 消极的方面 不要让爸爸妈为你担心 好吗 然后积极的方面 让爸爸妈妈可以以你为荣 会想到说 有这个孩子真好 请放下 请放下 最后一方面 我要鼓励你 好好地祷告 寻求神对你的心意 如果你已经成年 或者是 你是为人父母的 请好好祷告 寻求神对你的心意 这个是对 还没有当爸爸的 你要知道神对你的心意是什么 然后同时对 对那些父母亲 做父母亲的 如果你的子女还没有成年 好 那祷告吧 寻求神对你的子女的心意 我们一起来读真言的 第三章的第五节到第六节 来 你要专心养赖耶和华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好 我想第六节特别 我们再来读一次来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我们就是认定我们的神 就是认定我们的神 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那不只是我们一切所行的 在我们子女一切所行的事上 也要认定他 他一定会指引我们的路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神创造我们 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 你知道上帝是最早有 客制化的概念的 你知道吗 在上帝的创造里面 没有所谓的标准品 大家知道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机械功敌有吗 现在AI时代 我们常常讲机器人是吗 其实所有的机器人都一样 虽然好莱坞拍了很多电影 就是某一 某 某 机器人要讲一支吗 还是某一个 某一个机器人 某一个机器人 他突然会有思想 突然有像人一样的 那种想法出来了 可是那是好莱坞 你知道在所有的 所有的那个 我刚忘了带手机上来 手机是标准品 所有的iPhone都一模一样 同样的规格 iPhone现在出到什么 十几 十五 十六 今年马上就要出来了 然后九月就要 又有新的出来了 他们都按照SOP 你知道所有的手机 所有的机器人都按照 标准作业程序 他们把那个 那个成品做出来 可是人很不一样 人是很不一样的 那就有人问过 到底是谁创造了 谁发明了婴儿这种生物 这完全无法沟通 一旦订购之后 十个月 十个月才会交货 然后这个产品 没有说明书 然后是裸机 然后两个小时 就要充电一次 然后待机的时间非常短 而且耗电量惊人 那还没有办法退货 那这就是我们的baby 那其实很有意思的就是 因为神创造我们独一无二 所以你一定要找到 自己的 自己的那个独一无二的 那个地方 因为神对你 神这么创造你 神对你有一个心意 所以如果你已经成年的话 我要对你讲 你要开始为自己负责任 或许你是大学生 学长学姐 或是你小组长跟你讲的 你不是把他的做法加一就好了 没有这种事情 神对你的心意 你要去跪着祷告出来 所以如果我们原生家庭 的的确确影响我们 我现在就对18岁以上的人说的 包括为人父母的 原生家庭 的的确确很深远地影响我们 可是我刚简单地调查了 大多数人都信主了 信主的人因为我们已经认识神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借着祷告 让圣灵来改变我们 更新我们 改变我们的生命 所以你知道神的儿女 都非常需要神的引导 所以我们需要常会 跪在神的面前 寻求神的心意 跟你说的弟兄姐妹 跟她讲说没有洁净 跟你前后的弟兄姐妹 讲说不要偷懒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最喜欢拿别人的东西加一 是吧 养儿育女最喜欢 最好有一本 养儿育女的圣经 你只要把这本读完 孩子就可以 很好养 很好照顾 真的没有这种事情 因为神 神克制化每一个孩子 神知道我们的强项 知道我们的弱项 而且所有的恩赐才干 都是神给我们的 那我们都是天父的孩子 如果我们愿意 让神来引导我们的话 那是非常美的事情 所以鼓励 年轻人们越早让神来引导你 越好 真言的二十二章的第六节 真的欢迎这么说 交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了他也不偏离 那信普基的翻译是讲 走当行的路 那所以 年轻人们记得 一生走主的道路 这才是真实的信仰 那个当行的路 就是走在主的道路上面 我们要走在主的道路上面 这才是真实的信仰 所以信仰绝对不是只是在教会 绝对不是只是在礼拜六的晚上 不是 不是这样子 信仰就是我们的生活 不管我们在学校 不管我们在家庭 不管我们在教会 不管我们在任何的地方 我们就是活出我们的信仰 那可是对18岁到31岁 再做18岁到31岁的举举手 好吗 我稍微知道一下 18岁到31岁的举举手 来 好 请放下 18岁到31岁的年轻人 你在这一段 这个年纪的 18岁到31岁的年轻人 你一直经历不断的 有新的经历 有新的经历 那你去新的地方 那你会遇到新的人 你每一次有新的经历的时候 你到新的地方的时候 你就遇见新的人 那你现在如果 你在教会里面 里面可能90% 或是95%都是基督徒 你跟基督徒的相处 跟非基督徒的相处 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是吗 当你到一个新的地方去 你到中学的时候 到大学去的时候 又开始不一样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不一样 有的时候开始有厉害关系了 那你当着新的地方 有一个新的经历 有一个新的人 那怎么样 在当中去祷告神 去经历我们的神 我觉得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一件事 因为神的话语 告诉我们的是 当走的路 所以请你提醒左右的弟兄姐妹 讲说 不是不当走的路 我之前在城庚的时候 讲过了 很多时候基督徒 最常讲的是 不能做什么 不能什么 不能抽烟 不能磕脚 不能吸毒 不能什么 好多 not to do很多 是吧 不能做的 可能从小到大 我不知道 你爸妈有开始规定 不能去把那个插头 不能玩手机 不能什么 不能什么 那不能的 越来越多 随着年纪越来越多 有吗 有没有发觉 随着年纪不能 越来越多 那可以做什么的 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是吧 好像动辄的 所以做爸妈的 请你不要对你的子女 这么残忍 因为神的话语告诉我们 是走当走的路 不是告诉我们 那些不当走的路 我不是说 不能讲不当走的路 可是更重要的是 去祷告 寻求神 子女当走的路 是什么 因为当我们都讲 不能做 不能不能 好多的禁止 好多不可以的时候 这样的信仰 是没有任何的吸引力的 神的话语不是告诉我们 不能做什么 神的话语 很多时候告诉我们 你要当做什么 我不知道 弟兄姐妹 你是不是这样被养大的 可是 记得我们不完美 我们的父母亲也不完美 大家有做过飞机的经验吗 那个登机证上面 是不是都有写 登机的闸门 有吗 有看到吗 以这个来看的话 它的Gate是什么 H22 如果在那个登机证上面 写的都是 不是闸门1 不是闸门2 不是闸门3 不是闸门4 不是闸门5 你会应该蛮痛苦的吧 它都不写 哪一个闸 只告诉你 不能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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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做父母的 为人父母的 你要去祷告 祷告 如果你的子女 为成年去祷告说 上帝啊 你对我的子女 有什么心意 去祷告出来 让子女看见 你祷告的榜样 看见你如何 在你的工作当中 如何在你生活的当中 去寻求神的引导 包括我们的子女 我们应该去 寻求神的引导 因为如果像 登机证一样 显示出来 都不是这个闸门 不是那个闸门 所有人拿到的 这张的就傻眼 所以 那我还是鼓励 为成年的子女 你当做什么 你要听从父母亲的话 你要听从父母亲的话 明天我会对 做父母亲的讲 所以你们请你放心 我们是非常公平的 我不会只对 做父母亲的讲 那生计上的例子 其实生计上 有很多例子 不是吗 参孙的父母亲 他就很清楚知道 参孙出生 就要做什么 拿戏尔人 不是吗 神对参孙的爸妈说 这个孩子 你要怎么养他 他长大的时候 清酒 农酒 都不合适 都不能喝酒 然后沙姆尔的 沙姆尔是不是 听从母亲的决定 是吗 因为母亲向神许愿 得到这个儿子之后 他就决定 按照他的 按照他许愿之后 他就还愿 他就把 小小沙姆尔 就献给神 他就到以地的身边去了 所以沙姆尔没有说 妈 我不要 我不要离开家里 我要跟在你旁边 小小沙姆尔 他就非常顺服 听妈妈的决定 可是妈妈是听从 神的决定 所以我们需要去明白 如果你是做为人父母的 你需要去寻求 神对你指你的心意 然后去带领 去按照 神对他的心意 去带领他 那如果你已经成年了 那已经不是 你爸妈的责任了 我鼓励你要 才能来到天父 上帝的面前 去寻求他的心意 你可以第一手 从神领受 神对你的心意 你去向神祷告说 上帝啊 我当做些什么 我相信神会引导我们 好 这个时候 我要请敬拜团 唱一首诗歌 其实不是诗歌 所以你们不用唱 他们唱一首歌叫做 不完美小孩 听过这首歌的举手 听过T.F.Bois的举手 都不懂 好 没好 所以我们不唱这首歌 大家听就好 好好的看歌词 好好的看歌词 它不是诗歌 它是一首流行歌 可是我觉得 它的歌词蛮好的 当我的笑声像阳光 当我的梦做得够漂亮 这世界才为我鼓掌 只有你担心我受伤 全世界在等我飞更高 你却心疼我小小翅膀 为我撑起沿途休息的地方 当我必须像个完美的小孩 满足所有人的期待 你却好像格外欣赏 我反手反傻的模样 我不完美的梦 你陪着我笑 不完美的勇气 你说我更勇敢 不完美的泪 你笑着擦干 不完美的歌 你都会唱 我不完美心事 你却放在心上 这不完美的梦 你总当作宝贝 你给我的爱也许不完美 但却最美 全世界在最初我长大 你却总能碰我再手掌 为我遮挡 未知的那些风浪 当我努力做个完美的小孩 满足所有人的期待 你却不想你的愿望 怕增添我肩上重量 我不完美的梦 你陪着我想 不完美的勇气 你说更勇敢 不完美的泪 你想着擦干 不完美的歌 你都会唱 我不完美心事 你却放在心上 这不完美的梦 你总当作宝贝 你给我的爱也许不完美 但却最美 这首歌不是很容易唱 可是我还蛮喜欢它的歌词 它不是基督徒写的 可是我还蛮喜欢它的歌词 所以可以跟一所弟兄姐妹讲说 我们都是不完美的小孩 那所以我们父母性不完美 也是很正常的 不是吗 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祷告了 我请他从座位上站立 我们一起来祷告 今天是父亲节主日 我们就一起向神来献上感恩 为我们的父亲向神感恩 我们为我们的父亲来祷告 祈求神的救恩也可以临到 神的救恩可以临到我们父亲的身上 神的祝福也可以临到父亲的身上 为我们自己来祷告 让我们做一个祷告就是 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亲 那是我们定义 我们决定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要孝敬我们的父母亲 我们自己开口向神来祷告 主 谢谢祢 今天晚上我们来到祢面前向祢来祷告 恩待每一位神的儿女 让我们都明白 主 每个人都不完美 不管做子女的 不管做父母的 主 我们都不完美 让我们愿意 让我们愿意真的是彼此接纳 彼此的不完美 是今天晚上 在父亲节主日的时候 我们要先为我们的父亲 向祢来感恩 谢谢主把我们的父亲 放在我生命的当中 成为有极大的祝福 主 主 主 这是为我们当中 很多人的父亲还没有信主的 主 主 我们正在为他们祷告 祈求那个救恩要临到这些父亲的身上 主 主 主 为每一位年轻人向主来祷告 让我们都懂得孝敬父母 主 让我们都懂得孝敬父母 因为这是祢的诫命 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主 主 谢谢祢 我们就到面前向主来祷告 向主来仰望 主 主 主 谢谢祢 赞美祢 赞美祢 我们要继续来祷告 年轻人们记得 华人的父亲普遍不会做父亲 我不是替做父亲的找借口 因为你的阿公当时对待你爸的方式 可能就是你爸爸现在对待你的方式 你爸爸可能已经修正过了 可是他还没有办法 因为他没有榜样 那可能你的父亲也从你阿公的身上 受到极大的伤害 他也不知道怎么去爱你 那因为爷爷也不会当父亲 所以以至于你的父亲本身就是伤痕累累 所以我知道蛮多的弟兄姊妹 跟父亲的互动 常常都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我们很想靠近我们的父亲 靠他近一点 可是呢 可是有的时候就觉得爸爸好像 不肯预举 除了某一天就砰 在他旁边的人就被他炸了个稀巴烂 所以我刚刚说 我们不完美 我们的父亲也不完美 所以我们当中 请他把眼睛闭起来 弟兄姊妹 如果你跟你父亲的关系 始终很紧张 或者是让你很遗憾的好不好 我要请你把手举起来 我为你祷告 如果你跟爸爸的关系 始终很紧张的 让你很遗憾的 请你把手举起来 请你把手举起来 我数到30的时候 请你把手举起来 我特别为你祷告 没有人看见 请他把眼睛都闭起来 1 2 3 我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举起来了 请放下来 我想我们向神祷告 祈求神动工在你们 不管是父子或是妇女的身上 神的话语这么说 在马拉基书里面说的 在末后的日子 耶稣在来之前 神会让父亲的心回转向儿女 让儿女的心才回转向父亲 所以是父亲的心先回转向儿女 然后儿女的心也会回转向父亲 我们就一起开口向神来祷告 因为你信主了 所以我相信神会随定你的祷告 神会开始动工在你们家庭的当中 我们就一起开口来祷告 主啊 谢谢你 为刚刚举起手这些弟兄姊妹 向主来祷告 是主啊 求主亲自来保守 带领他们 是主啊 让他们开始 为他们的父子关系 或者是父女的关系 向主来祷告 是主耶稣让我们都能够接纳 我们彼此的不完美 是主耶稣 主耶稣让 是主啊 这是你自己的话语 你说在末后的日子 你要让父亲的心回转向儿女 让儿女的心回转向父亲 是主啊 巴不得 是满一位 刚刚举起手这些弟兄姊妹 他们的身上 他们的家庭的当中 都要经理这样的恩惠 是主啊 我们就到祢面前 向祢来祷告 向祢来仰望 是主啊 谢谢祢 谢谢祢 赞美祢 赞美祢 耶稣得圣 我们继续来祷告 我们当中如果有做父亲的 那你愿 你开始说 我开始听懂了 我愿意按照神的 神的心意来养我的子女 特别是你的子女还没有成年 那是你的责任 可是不是要把你的意志 贯彻在你子女的身上 把你没有完成的 希望你的子女替他完成 不是 不是这样子 这个是为你制 这是自私的 而是上帝啊 你在我子女的身上有什么心意 我愿意照着去做 我愿意按照你的蓝图 去带领我的孩子 上帝是Architecture 祂是那个建筑师 祂画出蓝图 我们是施工的 我们只不过是施工的 我们没有权力去画出 对我们子女的蓝图 神对他有计划 计划不是来自于我们 我们是管家 所以我们是执行者 好吗 所以做父母亲的 我们就一起开口 向神来祷告 主啊 谢谢祢 为每一位做父母亲的 弟兄姐妹向祢来祷告 让我们记得 我们只不过是管家 让我们记得 主啊祢在我们子女身上 有美好的心意 有美好的计划 主啊祢就像那个建筑师一样 祢在我们子女的生命 有一个极美的蓝图 有一个极美的计划 让我们常常来到祢面前 来求告祢 让我们可以教导子女 走当行的路 不再是这个不能做 不再是那个不能做 乃是我们愿意 谦卑服在祢的面前 让我们越来越清楚 主啊祢对我们子女的心意 我们愿意 愿意按照祢的心意去做 是主啊 主啊 谢谢祢 赞美祢 所以我们做一个祷告 就是如果你的父亲 已经不在你的身边了 不管是为什么原因 记得你不是孤儿 你有天父上帝 我们有天父上帝 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姐妹 请你把手举起来 还是请他把眼睛闭起来 如果你的父亲 已经不在你的身边 不管是已经去世了 被主接到天上去了 或者是不管任何的原因 你不是孤儿 你有天父上帝 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姐妹 我要请你把手举起来 我特别要为祢祷告 我特别为祢祷告 1 2 3 有少数的弟兄姐妹 举起手 请放下 我为祢祷告 亲爱的耶稣 谢谢祢 为刚刚举起手这些弟兄姐妹 向主来祷告 使他们父亲 已经没有办法在他们身边了 是主耶稣 他们所失去的 主祢用自己来代替 恩待这些 刚刚举起手这些弟兄姐妹 让他们时常来到祢面前 来求告祢 来寻求祢的面 你就引导他们人生的道路 他们未来的道路 使得知道 他们既然称祢为主耶稣 他们既然称呼祢为天父上帝 使得主 你的未来 他们的未来都在你的手中 你就亲自的保守他们 看顾他们 远远超过他们所求所想 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大家一起把荣耀掌声 给爱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请坐 弟兄姐妹请坐 好 今天是我们八月份的第一个主日 所以也是我们的圣餐主日 那我们圣餐是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所设立的 是为每一个已经受洗信主的基督徒所预备的 因为每次在领饼领杯的时候 我们就是把耶稣的生命吃喝进去我们身上 以至于我们身上 里面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在领饼领杯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因为人是健忘的 人是健忘的 很多时候我们会忘记 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情 那领饼领杯的时候 就在纪念主的死 一直等到主的再来 我们就一起来读一段经文 是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的二十三节 一直到三十节 我们读新补基的翻译 我们一起来读 来 我把从主那里领受的话传给你们 在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 祂拿起饼来为这饼感谢上帝 然后剥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献上的 你们要这样做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祂又同样拿起一杯酒说 这杯是上帝和祂的子民所立的新约 这约是用我的血来确立的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也要这样做 为的是纪念我 因此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 都是在宣告主的死 直到祂再来 所以人若不恰当的吃主的饼喝主的杯 就是得罪了主的身体和主的血 因此你们吃这饼喝这杯之前 应该先请察自己 如果你们吃这饼喝这杯 却没有尊重基督的身体 你们就是在吃喝上帝 对你们的审判了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中间 许多人软弱患病 甚至死亡的原因 我们一起来分比分配 我神爱你 我神爱你 你的怜悯永不改变 每一天 你的眼熟服侍我 清晨当我睁开双眼 清晨当我睁开双眼 知道我唐我 我要歌唱 神的两山若微 你的身影 你的身影 令我经过水或失恋 令我经过水或失恋 黑暗中 如此静静我的灵 你是我的天赋 你是我仰悠 你生活在 你的良善若美 一生心事对我哭念 一生美好带我到永远 我一切所有生命起始 我要歌唱 神的两山若微 一切所有生命起始 我调歌唱 神的良善若美 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众人舍得 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我们一起来存着感恩的心 来领主的病 饭后 耶稣要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我跟你们立约的血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 一样是为了纪念那爱我们 就爱我们到底的耶稣 我们一起存着敬畏的心 感恩的心 来领主的杯 我们一起历头祷告 耶稣谢谢祢 神体为我们舍 保血为我们流 当我们在领饼领杯的时候 让我们再一次纪念 祢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 谢谢祢 让我们可以得到赦免 让我们可以得到永生 让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是今天晚上 当我们在领饼领杯的时候 把祢的生命进入到 每一位神的儿女的身上 以至于我们生命 可以不再一样 带领每一位神的儿女 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 旧事已过 我们都要变成新的 让我们生命 可以不断被圣灵更新的变化 带领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活 谢谢主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来掌声 给开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阿弟兄姐妹 我们要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 我们一起来敬拜 在圣山主日的时候 如果你身体有疾病的话 请你到前面来 要请牧者为你祷告 在我们敬拜的时候 如果你身体有重大疾病的 可以请你走到前面来 或是如果你有睡眠障碍 心里很难过 很沮丧的 也可以请走到前面来 我们来为你祷告 我们一起来敬拜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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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两山中心 整个屋残库 善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一起来敬拜 心事对我无眠 一生美好带我到永远 我一切所有生命心事 不要割成 神的良善永远 一生心事的神 一生心事对我无眠 一生美好带我到永远 我一切所有生命心事 我一切所有生命心事 不要割成 神的良善永远 宣告你的良善 你良善永堪顾我 永远随我生命 你良善永堪顾我 永远随我生命 当我想扶你 我欣向神明 所有全属于你 你良善永堪顾我 永远随我生命 亲爱的耶稣 你是最大的一生 要奉主的名 赐责刚刚来到你面前 这些年轻人 他们身上那一切的疾病 通通的要离开他们身上 那一切的沮丧 低沉担心害怕 都要从他们生命的当中 完全的离开 让他们学习来到你面前 来求告你 让他们在年轻的时候 他们就学习来到你面前 来依靠你 你是他们的救主 你也是他们的主 让他们 就是单单来到你面前 来求告你 因为你的话语应许说 凡脑骨蛋重蛋的 可以到你这里来 你要叫他们得安息 是今天晚上 带领所有来到你面前的 这些年轻人 他们心真的可以得到安息 让他们每一天 都进入到你的翅膀下隐秘处 以至于他们心被保守 他们心被保守 他们灵被看顾 恩待这些年轻人 让他们靠着主 他们心欢喜 灵快乐 肉身也可以安然居住 谢谢主耶稣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来掌声可以赖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低头 你受上帝的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赋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